你好 欢迎收看5月5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 举办的全国县市市政满意度调查 结果出炉了 徐真卫获得16县市首长市政满意度金奖 今天特别前往北上受奖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 5号公布了22县市有感市政大调查 花联县在县市首长市政满意度荣获金奖 县长徐真卫北上受奖 并表示每一次的获奖 花联县政府悉心指教 吸取各县市经验不断调整向前迈进 而这份荣耀是归功于所有的花联乡亲 每一次的评鉴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学学方向 以及每一次的评鉴都可以看到 全国有哪一些县市的发展 以及我们该要去学习的地方 当然宜花都是一个绿色的城市 更是一个有理由的城市 所以无论是在观光艺术 或者是我们人文以及环境保护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在花联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是 曼清廷花联 尤其是让花联成为 全国的有机首都 我们更希望成为林太排的首都 那在花联我们希望透过知会教育 来翻转我们未来的人口红利 归功于我们所有花联乡亲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让花联能更好 我想每一次的获奖我们都会悉心悉心的不断的 对于尚未达到达标或者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会更加的努力往前走 在这次调查当中 花联在首长满意度 环境保护项目荣获金奖肯定 社会福利满意度是台湾本岛非六都县市冠军 县市民众幸福感也获得台湾本岛非六都县市第二名的夹击 另外在治安状况 经济发展 医疗卫生 教育品质 观光旅游 艺术文化等面向也都获得了赢奖的肯定 学长邦彦台北市报道